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9月5号启动, 本届电影节以《新时代》、《新摇篮》、《新力量》为主题, 将传递新中国电影摇篮《长春》对电影的热爱与追求。 本届电影节共有15部华语佳片《竞逐金鹿讲》, 其中既有主旋律大片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、《中国机长》、《攀登者》、 也有歌颂时代楷模的《黄大年》、《那是风华》等。 长春电影制片场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场, 《长春电影节》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电影节, 担任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的著名演员刘烨出生在长春, 父母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场的职员。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 中国长春电影节与其他电影节最大的区别, 在于他更代表传统中国电影的形式和力量。 其实我是最熟悉的、最有发言权的, 因为小的时候每年都参加,一直生活在这儿。 而这次是作为新乡大使来出现, 我自己挺很高兴、很激动、也很骄傲, 我觉得这是家乡给我的一个荣誉。 然后当然也有责任, 就是说能够把我们长春电影节更好的像, 就是说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们去推荐长春电影节。 刘业表示,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电影行业带来不小影响, 同时也给电影人带来了沉淀时间, 大家在这个时间段会积累大量素材, 为以后的创作提供方向。 本届电影节期间将展映百余部中外加片, 同时首次增设国际影展单元, 成为推动长春电影节迈向国际的关键一步。